開關機順序及流程比較具體的操作步驟 剛才也介紹了這些 我剛才也介紹過了,因為剛才的第一張圖沒有空地窖的空間,所以我加了一下 首先,我們就是開關機順序,開關機順序的話,我們在這邊講 開關機順序的話,跟我們上面寫的不太一樣,因為我們按實際操作的來 我們按實際操作的來,我們先開顯微鏡的部分,然後再開工具交道的部分 然後我們寫的鏡的話,在這邊少放了一個光源,大家可以看到這邊並沒有我們剛才這個寬敞螢光的光源 還有一個呢,我們這邊明廠的光源,在這邊也有一個開關,它也沒有放出來 所以我們正常開關機的時候呢,要先開的就是這個明廠光的開關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寬敞螢光的光源,再一個就是我們寫入鏡的開關 而且到時候大家用的時候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已經標好了12345的順序 大家只要按順序的去開就好了 第三個就是我們寫入鏡的後面有一個開關,寫入鏡的開關 然後第四個呢就是我們的,所以大家其實看都是先開光源的 第四個呢就是我們的這個,鑰匙,這鑰匙呢就是我們的激光,控制器 鑰匙呢,用up打個up,就應該是01,會打到1 然後它上面會有很多405488的那個小的,再有一個鑰匙的一個開關 大家用哪一路,就用去拍哪一路就好了 然後再開呢就是控制器,控制器它這個側邊有一個白的,大家就是找一下就可以了 在這個側邊有一個白的,按下去就是控制器的開關 再一個呢就是電腦,軟件了 因為它跟這個開關呢有細節有點差別,所以就沒有按這個上面講 那這邊呢是先蓋工具膠的 好,開,開了之後呢我們就是軟件,以後的軟件呢都是NS的,大家看清楚 因為它的介面還有兩個,一個是NSELEMNALSYS,NALSYS呢是不開不連硬件,直接開電腦然後做分析的 然後我們的NSELEMNALSYS軟件才是我們正常的連硬件的一個軟件 大家可以看好,這邊 開了之後呢,一開始的時候呢就有一個初始化,這個大家其實不用太注意這個 只要看到所有的燈都橫定了,之後沒有閃爍就可以了 然後結束的時候呢就是倒著跟開機的數據呢相反 按照那個123456,然後倒回去就可以了 然後呢,第二張呢主要是軟件介面日子 有很多介面大家用的就 首先呢是個主介面 我們打開軟件,如果你沒有打開認知窗口的話,它就是這麼一個空白的這個 首先呢,你可以看到這個主介面,其實大家用到的其實也就是前面 到MIRROR之前 像FEEL呢就是你主要是保存,然後到你導出 因為我們正常拍攝的譜呢,民康破認的是ND不格式 然後但是大家可能用的最多的是G不格式 所以你要說你要在FEEL裡面把它導出來,導出幾格式 IHEM呢,它主要有一些衛生的一些軟換,其實用的其實不是很多 然後它的軟件主要是用於一個OC式 然後圖像處理,比如說我做了一個ND,然後我想做一個最長投影的別家 它就在VHND Possession裡面,到時候可以演示 其實就是一個介紹 然後FEEL呢,就是感受這個區域,你可以標記一下 然後FEEL呢,就是二支提取 就是比如說我要算一下,我排有採集的特殊,採集的面積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二支提取,然後在一起的面積,它有一套特殊會在這邊 然後呢,剛才FEEL就是提取,然後MIRROR才是去測量 所以我們大多數用的就是這些些件 後面的功能其實不是特別多,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圖像窗口可以看到,這就是我們有效採集的一個窗口 然後呢,圖像窗口下,你可以看到它旁邊有一些功能固件 你看到嗎,就是這邊,你點一下,它就是一個标尺 就是我們的標尺 這個標尺呢,其實是可以改的 然後,在指標點到一個標尺上,然後點一下Portless 它可以更改它的長度,以及它的看自大小 這個呢,這個呢,是圖像的性質 就是你採了一張圖呢,你可以在圖像上單機又點Portless 你就能看到你當中採樣的信息,你用的是每個 都不進的激光值當者多少,更值當者是多少,這個都可以 而且,比如說有一個很好的功能就是reuse camera settings 就比如說我現在拍了一張照 然後呢,過段時間我同樣的樣品,我想要用同樣的參數 那我就可以把我當中的這張圖調出來 然後呢,單機右鍵點擊reuse camera settings 它就可以用到當初的參數 直接可以一下子,一鍵是要用的 這個就是比較好的 然後呢,這個是LTS LTS呢,其實就是我的調節圖像的亮度和最多 跟你在PPG裡面調的圖像亮度和最多是一樣的 它這個呢,它這邊你可以從它根據的這個方式 會先出來調節,你也可以點一下這個按鈕 我們看一下 你點一下這個位置,你點一下這個位置它也會出現這樣 調節亮度和對比度 大家看一下,現在看一下它的線呢,是一個水平的 你可以看到亮度和對比度 亮度和對比度 它是線性的 你也可以把這個,嗯,彎整啦 就是非線性調節亮度和對比度 這個都可以 扣除背景或者是提高亮度都可以 另外一個呢,就是你看到的軟件呢 耗出右手操作 就是你找到接面的時候呢,你就在空白處 單滴右鍵 可以看到你所有想要看的槍中的 你的接面呢,都可以從右手 都可以在它的右手邊 把它從空白處 從那些動畫畫面的裡面掉出來 包括第一個 V1 Plus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V1的空氣界面 就是這個 都可以從右手邊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見面是空白的 但如果你們是正常去操作 上個系統的話 你會看到它的界面是鎖死的 就是已經 所有你能用的都把你打開了 如果萬一不小心沒了 然後你就在空白處 單滴右鍵 所以我們把它轉回來 就在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我們共聚焦的一個 線面 你點一下 它出來的就這樣 然後包括你 包括這邊的激光 405,425,616 516,405,425激光 你用哪一路就開哪一路就可以了 然後包括上面的參數呢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個參數 這一個參數 這一個參數的話 就是比如一個像這邊 嗯 這一欄 我剛才已經說過 這一欄的話 就調節它的曝光 像曝光時間一樣 它有兩個 一個是 就是 一格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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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方式 可以認選一種 可以調節 就是 數值 數值 數值未大 但是你的採集速度呢 就更更慢 還有一個呢 就是 再一個呢 像我剛才說的 分辨率 就是1024還是 512 但是我們當中的時間呢 是在512上面去 呃 然後我們拍照的時候呢 會切到1024 已經512 公平率不夠 大概是我們都用1024去拍的 還有一個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這邊 紅線滑的這個 這個 MOMO 它有一個 和平均 它有一個 呃 和一個平均 這兩個什麼意思呢 它有一個和一個平均 比如說我們是 二倍平均 二倍平均的話 是它自己掃兩張 然後給你平均出來 就能一張 這有什麼利益呢 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的信號 你瞬間拍兩張的話 你其實可以 顧對你的信號之間的差異 但是噪點呢 是隨機出現的 你想想 當初你拍第一張呢 就噪點在第一個這個水上 它可能是100 那你拍第二張的話 它可能在第二個水上 也是100 那這樣說你平均呢 你的信號沒有差別 但是你的噪 但是你的噪聲呢 降了一半 所以說你 平均呢 二倍平均 四倍平均 就是提高你 圖像性造型的一個方式 然後和平均呢 我們覺得和平均呢 其實加在一起 我們覺得它的 並沒有平均好 所以我們更提倡 大家用平均的方式去 提高 圖像性造型 然後下面呢 這個呢 其實已經 剛才有說過 Gate Vita 就是我們的 探測器的靈敏度 然後下面的 四油像不利用的 四油無症的 都是機關強度 你可以直接在後面的 對方框裡面 使用直接是數值 你也可以直接拖 都可以 Offside呢 我確認它 但是Mario也比较 不論功能可散除 這個呢 就是我們 光澤的一些配图 可以看一下 在這邊的時候 它有一個Site 在這個位置 你點一下它呢 就出現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你進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 我們英文 我們正常光路的話 你可能沒有 並沒有打開所有的 所以這邊呢 需要你 你開了405 那你就勾上405 你勾上之後呢 界面就會出現 引勾的這個選項 還有一個 最重要的就是這邊 下面 下面的這個位置呢 是我們 探測 後攝探測器的一個引勾 就是我們眼睛 探測器 這個探測器 平常是不在光路中的 所以說如果你要在 電腦上看 明廠圖像的話 你要打開Site 然後把這個E 點一下E 把它接到光路中 然後點OK 這個時候呢 就能看到它這個TD 它這個就會在界面上顯示 正常我們這邊是沒有這個的 可能光路是OUT 因為你可以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它當中呢 是在我們的 明廠的光源的前面 如果我們不把它退出去的話 我們正常眼睛是觀察不到明廠的圖像的 它會把它的光給擋住的 然後我們在光合設置 這個就是螢光通道的 剛才也跟我們說過這個 這個 接下來呢就是顯微鏡的一些床 這個呢就比較快一點 就是我們的顯微鏡 以及暗影 這個呢其實現在的顯微鏡呢都是全出動的 大家其實軟件也可以控制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包括這邊的話 這一個 這個是光路 比如說我們眼睛觀察的圖像 它最上面 可以看到 最上面它有個I 所以它模式這個是眼睛觀察的光 我們眼睛觀察的圖像 這個燈就可以亮 然後呢 這邊是L 我們正常的I 剛才也看到我們的 掃揚頭是接帶 我們的顯微鏡的左端口 所以我們 貼到顯微鏡的模式的時候 這個就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光路的 指示燈 然後如果你右邊有一些其他的 你貼到右邊的環境就不一樣 然後這個呢其實是一個二八燈光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看顯微鏡的時候 我們又想在顯微鏡上看 又想在電腦上看的時候 其實這個燈就不一樣 它上面一邊我們的目鏡專 有一個 抽拉的這個 有一個密小 那是二八燈光 就兩張都可以開的 這個 這個PFS呢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用得到 PFS呢 是一個 追焦的一個功能 就是 有的樣子 你可能要 這個 針對於長時間的反射 你可能 有用於 有人進來了 或者動了一下桌子 或者是 因為溫差太大 所以造成了儀器 膠面的一個跑掉 這個時候 如果你用的PFS 你的膠面可以長時間的保持 就是 在那個膠面上 它會有一個硬件的補償 這邊呢 是一個便備的 如果一百倍還不多的話 就還有一邊便備的便備 那你可以長入進去 這邊呢 就是顯微鏡五樣側的一個 控制按鈕 這邊呢 是調焦的 這邊是我們調焦的 一個那個轉移 然後這邊呢 可以看到 就是 錯調系調再寫條 就是你調焦的時候 錯調系調再寫條 就是你調焦的時候 錯調系調再寫條 然後這個呢 是我們切換 固境的 點價 你的固境從 10位切到20位 20位到40位 點價切一個 然後呢 這個 這個on-off呢 是我們 寧場光源的一個 另界的開關 但是我認為 我們新加坡都是用 軟件控制的 所以你要看 它如果現在是在 軟件的控制 那你這個時候再去點它 就沒有用了 這個呢 就是 調光牆的 這邊都 這兩個都可以用 軟件來 其實也都可以用軟件 但是這兩個呢 差別就是 這兩個如果 軟件讓燈亮了 你這邊是沒辦法動的 軟件讓燈光了 你這邊才可以 手動控制 其他的呢 沒有那麼 其他的呢 其他的呢 沒有那麼 無所謂 就是這邊可以控制 軟件上也可以控制 軟件上也可以控制 這個是另外一側的 這個 調教是一家的功能 它大部分的功能 是直播的 然後下面呢 這個 FL 就是我們切 一塊塊的 就是我們切 先代表FG 一个选择的入口货的一个按钮 下面呢就是呢 Revolvers.sting 就是比如说我突然要换一个样品 然后我要把物件填下来 那你可以直接点个sting 那样它物件就会被困到舒服了 然后呢如果你不想再一调 然后呢你可以点个Revolvers 它会到刚才的位置的附近 然后你手再稍微调一下 就到刚才的位置 这个呢是比如说Ctrl 这个跟刚才的功能其实都是重复的 铁边的功能都是重复的 这个其实不需要拉压设 这个呢比如说按这几个键 它是已经标好了 比如说最左边的这个呢 其实切换工具胶的A1 然后这边呢 这边呢好像是IITC Bangia这边的入口货 其实你手动也是手动 切换入口货的就功能 这边已经贴好了 贴好的标签大家直接按一个 这个是电动转而开的 我们这一套呢是手动的 所以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呢就是我们转件开起来之后呢 如果你的见面是设定好的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切的话呢 变一个AirPods 变AirPods 其实我们只需要 我们经常说切切到翻厂切到布鱼胶 其实我们就是打开软件 然后点击AirPods 用AirPods去切的 可以看到呢 可以看到呢 AirPods下面有一个 鲁木冰关Lock 如果我们现在切到翻厂的话 它这个鲁木冰关Lock呢 是红色的 它就不要看 它就告诉你 它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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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主挡激光的 一个沙特 因为激光呢 我们开了电影 激光钥匙之后呢 激光是一直开着的 它是 鲁木冰关Lock 是一个保护装置 所以我们是翻厂红光的时候呢 它的光红呢 是激光的光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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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AirPods 看到 鲁木冰关Lock 鲁木冰关Lock 它这边才是变灰的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 这边就是我们的 我们翻厂红光的 鲁木冰关Lock 就是你点下AirPods 然后呢 就切到了眼睛端 然后再点下AirPods 然后它就切到了 鲁木冰关Lock 它的参数呢 是记住的 就是你AirPods 点开的点 点了之前 你的鲁木冰关Lock 然后你点过来之后 它还算是没有变的 包括你的眼睛端 也就是参数没有变的 这个参数设定的区 刚才也就也都讲过了 可以看一下 包括刚才这个降道 两位同名的 四位同名的 这边有一个Channel Series 你勾选了这个 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那这边虽然有四路情况 但是呢 你不管现在一个 它都不会出现一路 这个呢 其实 这个呢 如果你不勾它呢 你点四路 它会同时扫了两张图 这样的话 它扫了 这样的话 你的Scan速度 就会变得很慢 就如果你点了Channel Series 它只会 它只会出现 一种 你现在选择的这个 之后的东西 因为我们正常看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 选择自己想要看到 中道 然后点击Scan 然后它就会出现 这种融光图 因为我们眼睛端 这种融光的燥光 跟我们 电脑的画面 其实有点� 머� REALLY 所谓的 所以现在 στο 从眼睛端调到的胶面上,然后我们在其他地方可以微调一下,因为两边走有点差距。 这个又看了,看看不同步道的。 刚才是针孔的,那边有一个推荐针孔,就是1.2。 一点下就可以做出。 默认都是一件方法。 除非以后都不准完,你要沉过,这个方法可以自己调整,放大这个方法。 我们途中还有一个半的模式。 我们正常扫描模式是比较高,但是速度比较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半的模式,它可以跳舞扫。 这个呢就是半的模式的一个设置。 你可以跳好像低温变率,然后这边呢是它的带关。 然后这边呢是转out,然后又是线成军。 就是你默认关掉线成军。 不管你如果没有拍,它都不默认关掉。 然后你可以四倍八倍的扫。 这样的话呢,你去scan的时候,你在电脑关,它有流畅度是比较好的。 扫描速度会非常快。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如果不太确定的话,想要多少找位置,可以在半的模式之下先找。 找到了之后呢,然后再切到scan的时候,再去拍。 因为scan算是分辨率高,但是速度没有这个快。 这个共振呢,因为我们扫,因为我们扫了多有流。 然后一种是,一种是简直机模式,一种是共振模式。 但这个呢都是选费的,我们选择是简直器,所以一定没有共振。 然后我们途向采集的时候呢,你选择自己,想要选择选择的通道。 我们在意识的扫揑着,我们在意识的扫描。 在意识时,我们在意识的扫描。 转护车每个小时,好? 谢谢观看